早前, 我們報道過 宅婆婆被小孩逼入護老院 懷疑被小孩偷了190萬現金 以及當年做嫁妝的金器 儲蓄戶口也被轉走了220萬 加上超過400萬資產不見了 戶口只剩下900多元過活 我們陪同他們去到小孩的家 貝府反應激烈 其實我媽媽想拿錢 有錢了 什麼事? 中釘嗎? 中釘… 當時貝府還企圖趕雜婆婆走 節目播出之後, 大仔通知我們 個案由新界南重案組接手 他們亦上雜婆婆家再下口供 私隔幾個月, 雜婆婆雖然瘦了 但健康良好 說起百達通被小孩盜用 仍然非常清晰 我叫她去增淨, 後來她沒有還給我 最後那五千元, 我追了她四次 她也沒有還給我 後來她去她家時, 有警察在這裡 才從她家的門口的幣拿出來 我拿回, 拿回都沒有錢了 誰知道上星期, 大仔忽然聯絡我們 說雜婆婆昏迷, 很危急 今早發生什麼事? 胡先生 我今早正常地上班 但突然間…我收到一個電話 我媽媽打來, 她說她肚痛 而且她在這裡震, 叫我回家 回家時, 我看見我媽媽在床上 在這裡震 我問她什麼事, 她肚痛 後來叫我給她熱水 我煮熱水給她喝 煮完後, 她好像好一點 既然回來了, 留下來陪她 我看著看著, 看著不對勁 看著她好像定型了 我走進去問她 她說, 你有事嗎 她說, 沒出聲 整個人完全沒出聲 眼睛定了 我搖她, 不停地搖她 完全沒有反應 我開始害怕 有些急速的呼吸 但她完全沒有反應 後來我就決問她 打999好嗎 她也沒有回應我 後來我就決定打999 十字車來到的時候 那段時間也有十多分鐘 那段時間完全沒有反應 我很害怕, 我怕她真的離開了 救護員來到時, 梁麥博、梁盛 她說, 一百零五, 要快點, 要離開 她還有氣, 但很危急 放她進去擔架床的時候 她的眼睛就開始動了 開始靈, 救護員不停拍她 你醒了, 你叫什麼名字 她又有反應, 又開始說話 我就開始靜點 接著救護車來到馬格列醫院 進了醫院 習婆婆精神開始恢復 還叫大仔錄了一段影片給我們 你沒事吧? 沒事 有什麼事? 發燒 沒事了, 已經有心了 擾讓了一整天 大仔暫時鬆一口氣 至於懷疑弟弟偷了雜婆婆 整副身家 現在又有什麼進展呢? 警察打電話上來, 說要繼續下口供 上來就要守一守證 他們上來就很仔細地拍照 後面的桌子打開, 有一個洞 就在拍照 就是這個洞 當年他爸爸把30萬現金放在裡面 這個雲石桌子, 其實不是那麼輕的 例如我這麼大份, 要拿 也很艱難 例如他, 哇, 不行 已經… 給你一些聲音, 你聽一下 真的很重 他的地座都是雲石 我爸媽這麼老, 應該不會移動 你看看這幾十年的跡 應該就不只一個人來移動桌子 我猜有起碼兩個人 據大仔說, 調查似乎出現阻滯 那些錢, 基本上我弟弟的銀行戶口 應該是已經拿到的 但我弟弟就拿了支票 把錢全部散掉 散掉到哪裡, 現在就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問銀行拿一個Bank Statement 就是還在等這部分 希望這些銀行就快點, 幫忙 雜婆婆整副身家被偷 懷疑是去年九月, 細仔趁他跌倒 逼他入住護老院期間進行 當時護老院以腦退化作藉口 一直禁止雜婆婆外出 之後回想, 他們也確信 細仔和護老院是合謀 在護老院的時候 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的? 沒事的, 我現在也沒事的 是否可以走就行? 可以走就行? 但他不讓人走, 每個人都躲在房間 看那條冷巢是鷹鷹的 他只讓房間進去就上床 走室冷口 誰知被他撞到, 他又進去家罵我 我去喝茶說不行 不讓我跟兒子去喝酒 你有否跟細仔說 你不想住護老院 叫他接你走? 我經常都要走就要離開 經過詳細檢查 試真試假, 誰說謊 終於有結果 醫生有安排我們定期去精神科 醫生第一眼看下去 不像腦退化 然後他寫了紙 給我們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職業治療師 去檢查我媽媽是否老人痴癌 那條測試大概兩小時 是比較辛苦的 例如要你走路 要你做很多動作 要去記 這個測試是何時做的? 這個在2月22日 做職業治療師 就是全面的評估 加上之前在2月10多日 在葵中醫院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最後, 註診醫生也評定為沒有腦退化 最關鍵的腦退化問題得到證實 一方面令大兒子放心 另一方面令他對護腦院的不滿升級 為何我弟弟和老人院 要說他腦退化呢? 究竟他們倆有甚麼關係? 我媽媽一直想離開和回家 我說不是我不讓你 是我弟弟不讓你離開 不讓你出去 甚至上街也不讓 我媽媽很生氣 打電話給我弟弟 我弟弟聽電話 當時小子在電話中完全否認 我馬上去找職員 在我媽媽面前跟他說 我問是否保證人不給? 他說是 哪個保證人是否我弟弟? 他說是 我媽媽 你看看 保證人是弟弟 他說不給 我弟弟應該知道 我當時在現場 立刻給我媽媽 我媽媽就生氣 我媽媽就說 那報999 禁錮 我職員就說 我們沒有禁錮任何人 你何時都可以走出門口 但是要保證人同意 我就著了 我問是否保證人不同意 一直住到最後一天 住到死那天? 他說是 我就很生氣 他當時立即向社署安老院 牌照處查詢 介入之後 大兒子發現自己原來 一直被護老院誤導 譬如他有兩個兒子 為何會被一個 定義了一個 有沒有通知他入院時 他當了一個保證人呢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是老人痴癌 說他腦退化 究竟他是否真的腦退化 我直接上去 問他拿一個文件出來 看清楚 究竟我媽媽是否腦退化 好了 我就上去老人院 他亦即主動給我看出院記錄 他就跟我說 他說 你媽媽其實是沒有腦退化的 我就質問他 既然我媽媽沒有腦退化 為何你關我媽媽在老人院呢 又不讓我帶他出去 只有保證人呢 即是我弟弟保證人是不合法的 他真的呆了 大兒子會繼續揭發 小兒子和護老院合謀的證據 護老院有什麼回應? 警方的調查又有什麼進展? 習婆婆忽然又再次傳來危急消息 留意下一集 習婆婆家產失竊案跟進